有关2016年上海向推进一批 进一步推进国企集团整体上市的这样的信息 那么在昨天上海市市长杨雄 在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 在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指出 上海将推动一批国有企业开放性市场化重组 推进一批国企集团整体上市和核心资产的上市 基本完成符合条件的国企集团工资改制 那么探索和建立市场化选拼和管理经理人的制度 来推进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 先进制造业 基础设施 民生保障等领域集中 完善的非公有志经济的发展环境 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一个是支持国资在重点行业优化产能拓展市场 那么适当地推动蓝媒企业 蓝气行业的企业改革 同时要重点推进集成电路 新能源汽车 新型显示 新材料等重大项目 服务业重点要发展数据服务 数字互动 移动电商 国资在战略新型产业重点领域的集中度 要达到75% 那么同时要关注两大国有资产流动平台 那么这两大国有平台 一个是国胜集团 一个是国际集团 并且有相应的上市集团公司都要注入进去 那么因而我们要关注上海本地股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机会 那么在A股市场有72家与上海国资相关的股票 那么并且总资产超过了1.3万亿 那么资产的主要集中在汽车 地产 建筑 电力设备等行业 所以我们可以密切地关注上海本地股的投资机会